大家好,这里是塞尔和批评书 我们还是要继续关注美国的大选 在川普总统自己没有认输之前 我们一直要关注 因为这样的关注即是一种信心 也是为川普的一种祷告 愿上帝给他力量,给他信心 另外一个为什么还要关注呢 是因为我们对美国的大选太不熟悉了 我是说我们这些华人 美国的大选,本次大选真的没有完 拜托各位,我们一定要学习 我们都是孔子的后代,学而实习之 我们要学习,美国的大选没完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大选 它是有很多个环节的 现在还只是第一个环节 就是在选票的计数 双方都宣布自己胜利了 川普总统也宣布自己胜利了 拜登也宣布自己胜利了 唯一的不同就是全世界 有那么多的左媒主流媒体 认为他胜利了 然后还有一些国家的 一些所谓的元首们 为了一些短期的利益和信念的不稳定 假不假是祝贺了一下,如此而已 选举是美国的事情 美国的选举它还有两大步 首先是第一是什么呢 是选举人团在每一年的选举 每一个选举年的12月14号 在美国的国会它有个投票 要确定已经放出来的选举人票的数 它是不是合理的 是不是有问题的 如果参议院 如果两院 如果国会选举人团通过了 那么就表示啊 这个谁当选就完成了50% 我告诉你他还有50%呢 现在只有20% 还有80%在后面呢 咱们不要着急啊 就即便是不怎么算 那就算三分之一吧 没算32%吧 现在只是32% 接下来12月14号 还有32%的选举人团 国会要投票 投票过了以后 这就算是32 32 接下来64 64以后还有呢 还有最后一步就是最高大法院 他要那个什么 要决定知道吧 所以这个什么 没那么简单 接下来我们还要看到很重要的两步啊 事实上这个当年的小布什和戈尔 到已经到了什么程度呢 就是戈尔已经就知宣誓就职了啊 所以我找到一张图片啊 我因为没有做后续制作 我就给大家看一下 你看一下你看没有 就当年的华盛顿邮报啊 上面写了这个总统戈尔 看到没有 而且戈尔这个在已经举起他的手 已经手放在圣经里面宣誓了啊 然后没过几天呢 就把他给拿下来了 因为最高法院判他输了 你就想想哪也那么容易啊 所以而且当时的票数也是这个什么 戈尔领先呢 小布什落后啊 而且他们两个人的选举人的票 差的很多啊知道吧 所以你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啊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耐心 一定要等待啊 这是第一个需要说明的 不要那么着急 中国人因为对这个东西不熟悉 我说实话 我以前也知道这个戈尔最后是 因为这个最高大法院宣判 审判他已经败选 所以他才接受败选的事实啊 只是知道这么一个新闻而已啊 但是从来不知道有那么激动人心的 激荡人心的千长挂兜的细节 所以还是那句话 太阳底下五星市 美国今天川普和拜登之间 这么一种状态一点都不新鲜 人家美国人早就玩过了 早就试过了好吧 啊他们是见过风雨的人 我们是一群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一群 这个乡下宰知道吧 不了解 所以但是我们要学习啊 不要那么猴急啊 就是你作为个人你站队 你你你你认为拜登赢了 你或者我认为川普赢了 这是可以的言论自由嘛 但是你别太入戏太深 我们要静观其变啊 不到最后时刻不要亲你言拜 这也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啊 一个方法论吧 是吧 你你你还没开没开始你就认输 那你还搞个屁啊 是不是啊 这是第一啊 第二我们为什么要反对这个拜登当选呢 因为当然就是说造假了 但是我告诉你最重要的不是造假 对于我们而言 我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就是啊 我们会预见到一个后果 因为拜登这个人啊 且不说他的那些私德啊 那我们就算了 因为民主党跟中国共产党搞得很近的啊 而且他的那种理念 你知道的是有问题的 你今天张勋啊 弟兄做了一期节目 请了一个在美的一个女博士 做了一些节目 我都看完了 我觉得讲的很好啊 那终极的一个意思是什么呢 又最终的最整个的意思是什么 主要意思是说拜登他有可能把美国搞成一个 福利社会或者是社会主义社会 甚至是共产主义社会 这是苏联和中国试过的这么一种错误的制度啊 任何一个国家你如果搞高福利 如果搞这个大政府啊 如果搞严农管制 如果搞计划经济 如果啊过度强调政府的作用 最后你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何况拜登现在一身的丑闻 而且本次的选举还有舞弊呢 他会一杆子拼命的作大政府的力量 然后缩小民间的力量 那美国就完了你知道吧 所以有个朋友讲的很好啊 他说这个啊 这是一种预测 我们每个人都要生活的这个世代 我们每个人都没死呢 我们死了就不关心了你知道吗 我们没死我们一定要关心 事实上的话你说我这个人啊 日子过的岁月静好 真是一食无忧我吃饱了撑着 我为什么要关心这些事情呢 因为还是我们都是有信仰的人 我们就这么认为的啊 丧众不是为你而名啊 但是为所有人而名为你而名 而且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啊 如果有一个一个一小块地方的 如果土地少了一块 就有着你所在的这个世界 你作为一个人你也少了一块 这是一个人人休息相关的这么一个世界 不要以为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 不要以为我们今天有墙花啊 有好东西吃 然后这个事跟我没关系 不过有关系非常有关系啊 所以按照这样的这个观念前提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个预测 如果拜登最后真的就是 连最高法院都认为他赢了 那么接下来会出现好多个 让我们非常不愿意看见的 尤其是我们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首先第一美国将会进一步远离 美国伟大的民情秩序 也就是传统的基督信仰 这个传统社会会会瓦解掉 当然这个东西跟很多中国人没关系 因为中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基督信仰 OK那么这个我只是与我有关系行吗 与你与我们这些有信仰的人有关系行吗 我们就暂且不论啊 那第二是什么呢 所有的基督徒全世界的基督徒 我告诉你都会在任何一个国家遭受逼迫 你说你说这是我最气愤的地方啊 你说这个拜登跟中共关系很好的 你说这个时候他们居然跟中共走的这么近 中共是个什么组织啊 是他妈的拼命的打压基督教的组织啊 是迫害基督徒的组织啊 你说我们的王一牧是多好的一个人呢 文章又漂亮啊 口才又好又有才华 真的就被他们没有任何没有任何罪 就不能挖进去判了9年 你说这个李英强啊 他是那个教会的长老 你说他做过什么事情啊 是不是 他是守无负极 就想住在成都 昨天就被这个成都警方去 居然就赶出赶出成都 你凭什么呀 你说看看 那中国的基督徒遭遇多大的迫害啊 那只有川普这样的人才会为中国的基督徒着想啊 才会为我们的权力呼吁啊 你说我们这基督徒不支持川普 你还像话吗 是不是 OK你这个东西如果说你不是基督徒 你也可以说与你没关系 那第三就是什么呢 就是美中将会到四年前的状况 真的不骗你啊 就是什么呢 啊 华为会缓过气了 真的 接下来所有的关于华为的纪念会放松 啊 然后我告诉你 你川普所做的所有的努力 对中共的封杀都会 这个什么 你夜之间就会归于归于没有 你要知道我们这些生活在海外的人 多少人都是反共的呀 虽然你没有基督信仰 虽然你支持拜登 但是你知道你是反共的 没有 你如果不反共 你为什么跑到美国去呢 是不是 如果美国瓦解呢 你还带着你干嘛呢 是不是 哎呦喂 这个东西很麻烦的 第二 第四就是什么呢 就是中国他有一套软实力 你记住啊 他这么搞的目的 他是有软实力的 最后我告诉你 你在美国 你还是要享受习达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理论 你还是要唱红歌 你还是要学习强国 你会非常的觉得很荒诞 但这就是事实啊 这是非常可怕的 你在这个时候你还支持拜登 你会非常的危险 至少我是绝对不会支持的啊 拜登这个东西 这个人我不管他死的如何 我不管他儿子多么恶心 我任何时候 我即便到死的那一瞬间 我也不可能认同这样的人 这对于我的信仰 真是完全冲突的 不可能啊 即便是现在把我杀的 我都不可能 何况他也不会杀我 我就是明天我就要死了 我就像那个007的那个演员一样的 我还是要啊 川普才是我们的弟兄 才是我们心意的总统 才是为上帝而征战的人 他才是我们支持的人 你用每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要行公义 每个人都是个公共的属性的人 我们要有我们的政治生活 在政治选择 政治关键的层面 我永远站在川普这一边 我永远相信川普所说的话 我们美国不是一个什么 敬拜政府的美国 美国是敬拜上帝的美国 美国的政府没那么重要 美国的上帝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我们会像我们向上帝祷告 我们不是向政府祷告 你川普拜登上来以后 你放心好了 美国的基督信仰会急速衰落 然后以后所有人都向政府祷告 你民主党真是一党独大 你就等着吧 那第七是什么呢 美国的经济 好不容易被川普四年搞起来的经济 史上最好的经济 终于要消失了 大量的中产阶级会消失 所有人都有背着巨大的说服 然后穷人在那里 懒人穷人在那里享受福 你没有人为这个国家做贡献 政府费得牛油 大财团费得牛油 但是老百姓没有强化 中产阶级没强化 你等着吧 每个人都会申不住 你会还不起贷款 真的你会买不起房子 真的是很大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 如果美国的基督信仰衰落了以后 世界的基督信仰都会衰落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知道任何一个时代 圣经记载了几千年的历史 任何一个上帝话语信仰衰落的时代 都是人类最黑暗的时代 我跟你说 人类社会的低潮期 永远都是在福音远流我们的时期 这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 我称之为福音曲线 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一定要了解历史的脉动 任何时候福音受到伤害 然后基督徒受到迫害 都是最黑暗的时代 都是人人人们这个世界当人 生不如死的时代 都是地狱的时代 所以我们是从一个未来的预测 我们我们说出这样的话 但是当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反对拜登这种东西呢 然后要支持川普呢 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他有明显的造假 真的他有明显的舞弊的行为 这是这是没得说的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时候 那些真正的一些有信仰的人 很多人都要站出来说话 这是我为什么 我们每一切都要讲这个事情 我知道我的频道里面 很多人都是有信仰的人 很多人都是心里有上帝 然后读圣经的人 我们不是完人 我们有很多毛病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 要看见这个世界的异象 你看这几天天主教 虽然天主教的教皇是一个垃圾 但是有很多个天主教的大主教 都出来说话了 你比如说有一个天主教出来说话了 是天主教前任驻美国的大主教 就是美国大主教 一共发表了三封的公开信 谴责大学中的巨大欺诈 并称这场博弈中川普并没有被击败 像他的神神之子一样不可击败 好人们都要为他祈祷 这个话我很喜欢的 真的我们这些人是 真的是心里有上帝话语的人 我们要为他祈祷 而且还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天主教的人 也在为川普支持 比如说梵蒂冈的教廷 驻美国的大使 一个叫做什么大主教 叫做什么玛瑞亚 然后玛瑞亚卡罗 这个人你看他没有 他在大选的第二天就开始说 美国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就是川普 世界上所有的好人都要为他祈祷 要打败上帝的敌人 所以他这封信我看的是热泪盈眶 我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要知道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 到底在发生什么 没有信仰的人他不懂的 我没有信仰的人 你要是还不懂 那就有点不像话了 这个大主教说 他说作为虔诚的基督徒 和美尼坚合同国的公民 你对你至爱的国家的命运 表示关确 一定要关心这个事情 一定不要觉得 一定不要以为这个事情与你无关 总统的选举最终结果 仍然不确定 有关选举舞弊的消息越来越多 但是主流媒体却为了使他们的候选人 占到优势而封杀事实的真相 在有些州选票的数量大大多于选民的数量 而有些选票这完全是给拜登的 一些州无缘无故的暂停机票 甚至出现改票的行为 而这些行为完全是针对川普总统的 是对拜登绝对有利的 你说人家的大主教 这个时候你看他参与公共生活是这样子的 我们要向人家学习点好吧 实际上几个月以来 我们一直在盯着错综复杂的新闻 包括他们如何操纵或者审查信息 如何掩盖突如其来的证据 和无可辩驳的证词 这是犯罪的行为 我们已经看到深层政府早已提前武装好自己 以从事历史上最严重的选举欺诈的行径 你确保能够击败川普 因为他坚决反对黑暗之子想要建立起来的 所谓新世界的秩序 在这种博弈中川普没有被击败 就像川普的神神之责一样 川普所做的一切都是与上帝站在一起的 而其他人则是被自己的恶习所蒙蔽和奴役 这句话我最喜欢的 恶习我是最喜欢讲习惯性的秩序和秩序性的习惯 这个习惯是非常有意思的 人类社会是被习惯推动的 信仰就是一种习惯的生活方式 一种习惯性的观念秩序 这源于我们对上帝的地狱般的仇恨 所以他们是选择的为魔鬼为伍 不要以为黑暗之子会诚实的行事 不可能 这是我的观点 一旦拜登启动他的造假的流程 他是不可能诚实的 他是不可能回头的 所以我们一定要刚强壮胆 要勇于直面这样残酷的现实 不要被他们的谎言所吓到 要相信 你不要去相信 拜登这样的人他会诚实 他会公义不可能的 你不要被他的漂亮的话语所蒙骗 我们的主意一直在警告 我们要反对魔鬼 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犯 没有站在真理上 因为他从来没有真理 他说话就是在撒谎 因为他是骗子 是谎言之父 这句话是圣经里的 是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节 我们再说一遍 他从一开始就是杀人犯 没有站在真理上 因为他从来没有真理 他说话就是在撒谎 因为他是骗子 是谎言之父 在过去的几个小时 虽然地狱之门 似乎是占了上风 但是请允许我向你们呼吁 我相信你们会迅速 我相信你会迅速 而也毫不吝啬地做出回应 我请您 这个您就是川普 做出行服上帝的行动 要对战神们表现出谦卑和忠诚 我请求你们在可能的时候 和您的家人或者好朋友 兄弟姐妹同时战友 用玫瑰金来祈祷 不要让敌人的谎言把自己搞得心灰意冷 特别是在谎言与其他敢于冒犯天堂的特殊的时刻 如果你愿意 他是对我们说的 或者如果我们所有人都以信仰和真正的慈善热情来祈祷 留给我们对手的时间就是指日可数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 后面的时间都是非常难得的 因为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 已经在精神上和你在一起和我在一起 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记住 而且他还对川普喊话说 您祈求万往之王救赎你的国家 你将得到回报 您的见证将触动他的心 来自上天的恩赐将倍增前所为有 这对于实现胜利是不可或缺的 愿我向你和所有承认神权的人发出的呼吁 使您成为您心爱的国家 以整个世界的精神重生的慷慨的使徒 和勇敢的见证者 所以我们战无不胜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大主教写的真好 文毕也很优美 而且在最后一句话 他已经直接把川普列为什么使徒 我们都深信知道有使徒行传的 所以我们正在见证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战争 看上去是没有刀没有枪的 但是是人类有史以来最辉煌的 黑暗之子 光明之子的战争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跟自己没关系 有些人他们一片懵懂麻木 有些人是活在舌尖上的中国 吃吃喝喝碎碎 但是我们已经被圣经看起了眼睛的人 我们不再随身瞎子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要记住 我们要有信心 再说一遍戈尔那个时候都已经宣誓就职了 还是最后还是小布什银了 美国的事情没那么简单 我们要学习 我们要开口眼界 我们不要 我们不要这个不懂装懂好吗 我们不要提前丧失我们的信心 我请求你们为川普祷告 为共和党祷告 为美国祷告 美国是上帝之下的国家 没有人能够从上帝的手上夺走美国 Amen